在御佛祭中也提醒我们 保持身心清静 才能够启发自信光明 大高雄佛教会在光德市举行御佛法会 既新长老慈悲向大中开示 也以御佛祭提醒我们要保持身心的清静 启发内心的慈悲与智慧 因为在我们高雄地区 大概有这么大的场所 越来越多于光德市 所以所有的大活动 都是在这里举行 由于在这里举行这么多的大活动 所以光德市呢 也增加了光辉 我再给你虔诚的心 非常庞颜大家 无论什么时候 以办什么活动 都要请各位来奉向圣经 我们在异谱的时候 有一个异谱 就是我今灌木出来 因地装有一个黄德海 我们说众生 一直是父 同正如来正好心 活动现场 归宾云集 由各长老带领洒进开始 法师引领大众一同工修 能为十方诸佛之所加护 庆祝佛诞 大家发喜充满 十方新闻 归宇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资本